师父前 师父今天有两个图层想 麻烦您看一下 一个是09年属牛的女孩 09年属什么 属牛的女孩 09年属牛的 还想干什么讲吗 他就是 之前眼睛这边生眼癌 然后他眼球摘除了 后来医生说好了 但是现在又复发了 然后医生这边说 好像这个小孩子没得救了 所以想上次看一下 就他现在这个情况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鬼在他脸上 哦 是吧 你刚刚没讲话之前已经出来 我已经看到了 这个是他们 是他哪方面前的灾难 应该是前世 是这个女孩的前世 对 这个女孩的前世 很糟糕的 有点 浪当啊 非常吊儿浪当的人 现在来找他的那个人 也是一个吊儿浪当的人 哦 这样子 啊 那师傅他这个情况是 就是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念小房子有的念了 比较麻烦了 如果这个灵性不肯走的话 他会走掉的 那那就是哪方面就是比较加强一点 可以 礼佛呀 他就是 哦 礼佛 放生 每天要帮他念几遍 方生要念两 放两万条 哦 余放两万条 然后礼佛每天要帮他念几遍 礼佛要每天帮他念五遍 以上 哦 五遍以上 小房子要给他至少念一千 嗯 等等等等 那 八 九百 差不多 九百张 九百 九百二十张就可以了 哦 好的 那师傅他就是 现在让他住过这个危机关头 第一波尽快要烧多少张小房子 是八十四张 我看蛮危险的 他们家里人啊 好 他们家里人开始不是太信了 嗯 对的对的 是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而且还照过口验你知道吗 哦 是是 最主要是他 男方这边还是女方的 不知道 反正他家里有人照口验 你记住了 心灵法门的护法神 他们就是这样的 他们对执法非常的严格的 造口验的他会有 给他们有报应的 嗯 那那是不是就是造口验的这个家属也要念佛呢 要念一定要念的 嗯 嗯 念几遍比较好吗 我认为 念很多 哦 明白吧 嗯 啊 好的好的 好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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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事 蝶回来 吉他 谢谢 är 你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